不過畫全部的側站的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這樣啦 你可以先畫一個 然後呢 畫兩個 然後兩個把它 兩個之間的差異把它找出來 其實你就可以畫出全部了 大概類似相可以這樣推理 只是說你們也許對那個 怎麼樣 那個 寫那個VPA程式比較不熟啦 不過你可以用錄製的開始 那錄製的方法的話 我們前面一樣 第一步 你先把範圍選起來 比如說先淡水好了 那你可以先用那個錄製聚集 那錄製聚集的部分的話 一樣先把那個VPA 開發人員一定要先叫出來 那其實這個錄製圖表的話 其實不需要 就是把選取的動作錄下來 所以其實你可以先選 比如淡水 然後1到12月份 那接下來的話 開發人員錄製聚集 OK 然後也許名稱的話 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也許叫淡水聚集好了 OK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呢 就直接怎麼樣 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插入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就是 折線圖好了 假設一樣的 那你就點選折線圖 這樣就OK了 那你說老師那位置怎麼辦 沒關係 將來我們可以自己寫 也就是我們將來需要把 這個座標移到哪裡 移到這裡 這個可以自己寫嘛 那這個位置就是Range的O1 然後它的Left 跟它的Top 有沒有 就是一個座標 那寬的話怎麼改呢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500 高的話呢 也許就是 跟 假設跟之前一樣 假設是10列的話 那也許我們就可以 以O1當基準 它的高度 取幾個 也許取10 乘以10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實這個蠻類似的 那錄好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它停止錄製 那你可以在聚集裡面看到 我剛剛沒改名稱 這個叫聚集一號 你們如果取別的名稱你就找一下 編輯一下 那這個程式就在這邊 那基本上 應該只有兩行啦 不過我剛剛好像忘了把它停下來 所以它多入兩行 底下這兩行可以把它刪掉 有沒有 那這個是淡水的那個去期 那如果要把它移過去的話 我先把這個刪掉好了 那移過去的話呢 我們前面講過了 第一個就是它的坐標 這個是它的那個折線圖的形態嘛 那後面的話要放在哪裡 假設我要坐標放這裡 O1的話 那你就逗點 跟它講說 我要放在這邊的左跟這邊的上 那個坐標 所以你就跟它講 那個位置是Range 然後呢 位置的話O1 然後這個儲存格的位置呢 在左邊你就打一個點 那其實它會顯示Lapse 你用選的也可以 然後再來的話 它的Tab 所以就會決定它的位置了 那我們可以拿這個 把這個Range O1複製一下 然後呢 把它點一下 點什麼 點Tab OK 然後 選起來就可以了 跑到下面去 OK 那這個就決定它的坐標 所以如果你執行它的話 它位置就會放這邊了 那寬跟高如果要改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在這後面 豆點 再加個500 500就寬了 那豆點 10列高的話呢 你可以拿這個儲存格有沒有 然後 然後 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的話就是點什麼 點Hight 點Hight 然後呢 乘上10就可以了 這個儲存格的高度 OK 那指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列高了 就是這個儲存格的高度 乘上10 那乘上10就意思是就實列的高了 OK 然後我們就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淡水的部分呢 就做出來了 那問題來了 如果其他安部怎麼辦 那安部其實 其實差不多 錄下來的結果 你會發現 只有差在就是說 我將來呢 要把它放在 淡水的下面 所以呢 錄完之後的話 理論上就是 再把什麼呢 它底下這個 這個叫set source data 它的資料來源 這個其實我建議是可以把 前面的工作表名稱拿掉 然後前的部分也拿掉 那如果安部的部分的話 可以拿 當然你可以再錄製一個 然後也許叫第二個 那它其實改哪裡 就是說呢 它的那個位置的話 那就是放在 這個有沒有 這個圖表的下方 我先把這個 這個是當然多的 這個的下方 所以呢 理論上應該是 坐標是放這裡 這裡是10列嘛 所以應該是 歐的11 然後寬跟高都一樣 所以呢 理論上只要改什麼 改這個地方 所以呢 如果安部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 坐標改歐11 那這邊也是改歐11 Labs跟top 那這個不用改啦 因為高反正每個 儲存格的高度都一樣 那寬度也不用改 因為這500 那資料的部分的話 我前面講過 還記不記得 就是說它這個可以分兩個部分 如果你是淡水的話 它會是連續的 那如果是安部的部分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是前面應該什麼 前面應該是A1應該到M1才對 它其實分兩個 第二個的話應該什麼 第二個應該是A3到M3吧 所以你逗點後面就加上A3到M3 那實際上就是它變成要分開選 這個到這裡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它前面的 等於是說它的X軸的資料 然後Y軸的部分的話就這個 這個是Y軸的 垂直軸的 理論上應該這樣吧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OK的話 你就把它執行 繪製看看 會不會畫在 就剛好在淡水的下方 執行看看 有了 資料對不對 也對 安部 它取到剛好 而且它其實還滿貼心的 就自動會幫你把什麼 前面這個名稱 自動帶到這個 它的Title 它的標題 所以你也不用打了 OK 那如果假設 一個OK 兩個OK 那其他怎麼辦 那其他一樣吧 這個規則跟我們前面那個差不多 有沒有 就是把什麼 你會發現只有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 這個改 有沒有 那所以這個是11 下一個是11 那再下一個不是21 那總共好像有幾列呢 總共我們看一下 Ctrl向下 26 那應該是25 25個資料 所以你可以什麼 寫一個回圈 如果你要全部的話 那你就是把這個 改一個 也許叫什麼 這個叫全部圖表 名稱改一下 那這個其實跟那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 其實還滿像的 規則邏輯都差不多 然後我們一樣就是什麼 在底下 假設25的話 就是 4 i 等於 1到25 也就是說我要跑25 列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跟那個上個禮拜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資料是 橫向的 由左到右有沒有 那今天的話是由上到下 特別是 這個是水平 這是垂直 所以可能要稍微 注意一下方向不一樣 然後再把這兩行移到這裡 然後把它按個Tab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來去修改什麼 這個 所以如果尾號能夠滿足 當它是 第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可以增加一個變數叫K 這個應該還有印象 那K預設值是1 那1的話呢 再加上多少 就是由i的值 減掉1 為什麼減1呢 因為第一次不加上10的倍數 所以我就是再乘上10 這樣應該理論上就滿足我們要的這個規則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i帶進來 他理論上 i減掉1的話 那就是0嘛 0乘上10 那也是0 所以理論上K第一次是1 那第二次的話呢 他變2嘛 2減掉1 那就乘上 那剛好就10 所以變11 那一時類推就11 21 21 31 41 那所以我再把什麼 把這個K 放到哪裡呢 放到11的位置 有沒有 把11delete的料 andK 就是串在這裡就可以了 那這邊一樣 andK 後面 後面 andK 也就是說把K的資料串在這裡 那其實 理論上我們應該就可以跑出 第一個結果 就是說25個圖表 我先把這刪掉好了 然後呢 我們來跑跑看 第一個KOK之後的話 裡面當然這個地方還沒改 我們先不改沒關係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執行的話 應該會跑出25個安部 為什麼 因為我範圍沒改 所以他全部都只叫安部 那如果說我要全部都改的話 那我第二個要改哪裡 第二個的話就改這裡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 改的方式 應該是第一次應該是抓什麼資料 第一個應該是抓 淡水的資料 那淡水的話應該是什麼 A2到M2 所以你會發現 A1到M1是固定的 所以前面這個不改 有沒有 這個都不改 那會改的話應該是這裡 有沒有 當 它是淡水的話 淡水的話應該是I等於1 當它等於1的時候 I等於1的時候 那應該這個什麼呢 後面這個數字應該是等於多少 等於2 有沒有 那它的關係 I跟這個列的關係 好像相差1吧 所以我們這個裡面的數字 有沒有 其實是可以做一個動作 有沒有 如果當I等於1 那表示是淡水 但是它是1嘛 那如果我把這個地方 把I放進來的話 放到這裡 雙以後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那它會有個問題 它裡面得到的值 第一次會得到什麼 得到1 那不對 應該得到2嘛 所以怎麼辦 加1不就好 有沒有 然後再把AND前後空格 OK 那你會發現 這個改完了 然後後面的這個 3的部分 也是一樣 我可以什麼 把它delete 因為它是 剛好3是在 這個字串的最右邊 所以我們其實不需要 用剛剛的方法 我們可以把3delete掉 然後移到 雙一號的右邊 空一格AND AND什麼呢 I加1就可以了 把I加1放進來 所以其實它的那個 後面的列 剛好跟I剛好相差1 所以把I加1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我們本來這裡是放個3 那把它改成I加1 串一個I加1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在這個什麼呢 雙一號的最右邊 所以呢 我就直接AND I加1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 逐個逐個的去抓別的資料 反正呢 它的水平軸都一樣 就是都是月份 那垂直軸的話呢 就是它個別的什麼 各別的側佔的這個氣溫喔 所以呢 我們來看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次I加1的話2嘛 所以先抓淡水 然後I加1變單步 I一直在推 所以呢 理論上這樣就寫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其實只有改了 一個K嘛 這個跟之前蠻像的 一模一樣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底下這個地方 比較容易出問題的 應該在這裡 有沒有 A AND I加1 然後後面的話 M也是AND AND I加1 那最後把它RUN一下 看一下結果 OK 那你會發現 這樣一RUN 它就可以把什麼 這個安部的畫出來了 淡水 安部 台北 竹子湖 一直到應該是最後應該是57吧 OK 所以25個圖表 就瞬間呢 全部都把它畫 繪製出來了 那請各位 試試看這個部分 最後當然你可以配合 前面寫過的像刪除啦 刪除的話 我就不講 因為刪除 都一樣 就那三行程式 那 如果你擔心說呢 那個 假設你那個程式 怕有錯 我其實已經把程式 寫在 雲端白板上面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剛剛講的 比較重要的這個K 這邊也有 然後這個什麼 後面這個I加1 這邊也有啦 後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